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参加本届奥运会一位来自阿富汗的短跑女选手 她的名字叫塔米拉科西斯塔尼 这位科西斯塔尼她的百米成绩只有15秒钟 比世界纪录呢是要慢4秒多 她是完全不可能获得奖牌的 但是呢为什么还要来呢 她是带着头巾来伦敦参加本届奥运会 可是这样的特别这样的让人刮目相看 那么她到底是图什么呢 其实作为她来说来确实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一般的选手要来参加伦敦奥运会 他们只需要大一般飞机就可以到伦敦来参赛了 而她却需要跨越一个死亡与歧视的这样的一个界限 而在她的这个训练条件方面 那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苦 她没有什么私人教练 没有营养师 没有这个短跑运动员需要的塑胶跑道 甚至是没有固定的训练场地 比如说昨天在一块广场上进行训练 进行跑步 那么今天可能这块广场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了 但是即便是这样 她仍然要来 她要来证明 尤其是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权益 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才是她冒天下之大不为 抵制一切歧视 穿越死亡线 穿越一切危险 来参加奥运会的真正目标 在这里 我们感觉 她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线上掌声的选手 而这样的选手 对比我们的这个 消极比赛的运动员 这真是天壤之别 对比赛的运动员